在长假期后,急诊室情况,无论现时或过往,相对会比较上是擠塞的 特别可能是一些大院,过去这几天我们都是超过4000个病人到急诊室求诊 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少都是重症或者是一些长者,甚至是一些长期病患 导致我们也要花不少时间去处理一些入院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都大概1000-1100个入院需要去到内科病房 所以各样上的流转都会比较慢,希望市民都能够諒解 我相信如果长的话可能有些要去到6-8个小时 我们通常的经验,远了红假,其实真的刚刚上班的日子 我们的求诊人数都是会一个飙升的 所以我都觉得其实我们都不敢松懈的 因为我们认为这一个星期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所以我们都希望在这里,都呼吁一下市民 如果你是轻症或者感染其他病症,都可以去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求诊 或者透过我们指定诊所和遥区诊诊去看 我们已经不断地提升我们指定诊所和遥区诊诊的服务量 我们去支援社区,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特别关心 也都是将重点放在一些高风险的患者 包括就是70岁以上的长者,5岁以下的小童 怀孕28周以上的孕妇和一些免疫力受抑制的病人 所以我们超过一半的名额都是留给这些确诊的病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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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